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中诚 我今天要跟各位继续聊一聊佛教的一些问题 就是那个大唐诗译句有玄奘写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讲玄奘就是唐三藏 那个三藏,其实它玄奘的法名叫玄奘 它俗姓成,单名一个伟字,成伟 那那个三藏的意思是,佛教里面有三藏三宝 三宝是佛法身三宝 也就是佛教的三个宝贝 另外还有三藏,藏是宝藏的意思 也就是它有三件佛教信徒里面 它有三件宝藏,第一个是金、律、论 经是我们常常念的佛经,不管是净土 谁要是佛教徒都要念经,都要去读经 第二个是律,律是出家人跟在家人都要受的戒律 大家都讲的戒律,戒律是比较枯燥的玩意 经它是必修课程 另外一个是论,经、律、论 第三个是论,论这个东西才是一个很精彩的东西 它是一个活的东西 那我们知道,这个各位都知道 那些什么硕士、博士 他们都是靠什么东西 他们都要靠发表论文 教授、副教授、讲师这些人 想要在他职位上或在学术界混 都要不停地要发表论文 研究论文就是他心得 那这些佛教徒这些高僧大德 也不是每天在那里做吃等死做个粥饭 他必须要有一些独创的见解 他这些独创的见解 他就要写行诸文字来 然后那个写出来的东西叫做论 那这个论就是一种逻辑思考的一种宝典 也就是他写下来之后 当时没有人变得过他 所以这个东西就流传至经 可是这里面有很多的神话色彩 所谓神话色彩就是 就像中国人一样 他都要委托前人、前贤 自己不敢承担说这个书是我写的 他要说这个书是以前谁在哪 比如说福西、皇帝 中医最有名的皇帝内经 还有宿女经 他为什么不直接就讲说 这就是我写的 某某某人什么朝代写的 不敢这样子 不敢自尊 所以中国人有这个问题 印度人也有 他认为这个东西想传出后世的话 他都要假托这个东西是神兆 就像摩西的那个十戒 也是神兽的一样 那比如说世青写的那个瑜伽实体论 他是说他用神通力之后 到了兜率天空境 当场面剑池 这个是弥勒 弥勒亲自教授他这一套 瑜伽实体论 简单讲 他意思就是说 瑜伽实体论不是他写的 是弥勒佛写的 弥勒佛告诉他 然后他笔录 到了人间之后他发布 这就是印度人 他们的这种习惯 这种不敢自己承担的习惯 可是他在当代的时候 在他活着那个时代的时候 他是受万人供养的 明文立养 那个时候的佛教徒 你看佛经常常动不动 就是那些施主会送了三千柴女 柴女是干什么的 柴女不是来这边跟你傻傻进退的 那柴女是上床用的 是歌舞给娱乐用的 简单讲就是这些生理 其实过的是帝王的生活 那至于说是不是交涉淫逸 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其实印度人的文化里面 他就是夹杂的这些东西 但他又要强调这些得道的人 都是有 之前有讲过曲女成 那个是仙人 仙人居然看到女色的时候 他还会搏起 可是这个书里面很多的那些修行人 得到大神通的人 只要他看到异性 他心动的话 他的神通就立刻消失 这里面有很多笑话 里面有很多笑话 以后有机会再讲 我们今天来讲到这个 既然这个论是这么宝贵的东西的话 那这个论的写的人叫论诗嘛 像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马明龙宿武招世青 这些都是我们随便都可以讲的 因为他们写的论文都是 那些论文都是漏漏讲的很长 然后一般的这个佛教徒是不看的 出家人很多人也不看 可是那个 玄奘他还没去印度之前 他这些书他都看 他博览前辑 所以他疑问很多 直接让他们可以直接发问 那这个像比如说 我这边就讲几个 讲两个这个 在佛教论诗里面 非常有名的 两个人的故事 那时候第一个我们来讲叫做 印度 在南印度有一个叫 那加舌 那素那菩萨 你看这么麻烦的这个 这个这个译音 你看光是那个字 你要念都很难念 但是他在这边写唐年 龙猛 也就是说 用翻译成汉字的意思是龙猛 龙就是那个Drygon 那个龙王的龙 猛就是很猛烈的猛 他说这个名字的意思 如果是用中文来翻译就是龙猛的意思 可是我们以前 一直都称它叫做龙素菩萨 龙素菩萨 龙跟素有关系 龙素 因为我们是用汉字 你就会受到文字累 也就是说我们会 比如说巴特农神殿 我们以为巴特农神殿 我们以为巴特农神殿的那个农 这个神是不是掌管 掌管这个农业的 巴特农神殿 里面供奉的那个女神 是智慧跟战斗跟农业没有关系 他是建在那个希腊的那个山头上面 是人家航海经过的时候 都要到那里面去朝拜 等于是我们现在讲的妈祖 他是海上女神 保佑 只要经过这边的 不管是商船还是什么 干什么的 渔船都要到那里面去朝拜这个女神 巴特农 我们从中学开始就学到这个希腊历史 就是巴特农神殿遗址 一直把那个农字 就误导我们以为是跟农业有关 是不是把农业之神 不是 同样的 龙树菩萨跟龙也没有关系 跟树也没有关系 他这个要翻译成叫龙猛 很猛烈的龙 这个意思 他又传雅裔 常善高明 也就是他很有名 离舍遇岸出家修学 深就庙里 未登出地 已经进入出地 证了出地菩萨的果 有大弟子 提婆 提婆者智慧 对 明明 基神警务 我们这边要提醒一下 那些论师 他在年轻的时候 通常都是跟他的师父出去辩论 有的时候他师父跟人家辩不过的时候 自杀死掉 他都会看到这些惨状 也就是说你赶快改行吧 如果你想要继续以这个宗教论辩作为你的职业 就像律师 那你赶快改行吧 因为你的师父都不行都辩不过人家 最后当场被处死或者自杀 通常都是自杀 要不然就是气急空心一下 一口血耳不上来 而且尤其是你年轻的时候 脑筋动得快 可是你年老的时候 人家单挑你 因为你负圣民嘛 你也不能金盆洗手 你是终身职 人家来攻击你的时候 等一下我们就会讲到 那些人是怎么死的 这些论识是怎么死的 那个 他有一个大弟子叫提婆 提婆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就跟他的师父讲说 波扎离城 诸学人等 驱持外道 持驱外道 就是 因为这个 那个城 某一个城里面的 因为 这些 这些沙门 就是佛教的论识 论不过外道 所以后来打败 论输了 所以佛教要急见追 来招群众来听 听讲道 外道的人 他有这样不辩论的 他们只修行不辩论 那结果 那个条件就是说 你以后再也不要急见追了 也就是佛教徒的那一套 召集大家来听道的 听辩论的那个 规矩 被废掉 他这个已经有12年了 他说 那个 他说想要 想要把这个 那个邪剑的山 想要把大众 对这个信奉的外道 的邪剑的山 他们是敌似的 他们没有可包容性 这个宗教 然后想把他给他 想把这个 大家这些迷信 这个外道 这个给他摧毁 然后呢 要点燃正法 这个佛教徒认为自己的 才是正法 其他人都是歪门邪道 那那个龙猛就跟他讲说 他说那个外道 他是博学多能 你们可能不是他对手 我现在走了 我现在去了 然后那个提伯就跟他讲 想要欲吹浮草 取臂请山 你想要把那个浮草给他 想把它给挖掉的话 可能会山都会倒 会塌掉 敢乘指毁 处诸易协 大师立外道义 我随闻破解详细 就是你想要把他 你想跟他辩论的话 来我们两个先来 师父跟徒弟 我先来 我占了对方的 我占了那个外道的立场 那个外道是谁呢 这龙猛跟提婆两个人 就是演练一下 那个辩论 就是 他就跟他讲说 来 我就是 我就是站着外道的 那个立场 来我随闻破析 想其优劣 然后图形 你跟我对练一下 我就站着外道 就是我们两个辩论立场 那个 你不要以为你一定会赢 我就用外道的立场 我来跟你辩论 再来龙猛乃福利外义 提婆随其破其理 就是龙猛 是一个很厉害的论师 他的徒弟 提婆 就年轻嘛 就是说他要去 要去 要去复仇了 简单讲 那龙猛就说 你先别瞒 我站在外道的角度 来跟你辩论 结果那个 龙猛就是 就把外道的 讲的那一套 那个论 论据拿出来 结果提婆一一破解 这个 七天以后 你看他辩论那么久 七天之后 龙猛失踪 以而探约 谬持一失 邪意难服 耳其形意 吹笔笔 双方辩论了七天 结果龙猛是站在外道的立场 来跟他的徒弟提婆相辩论 结果七天之后 他说外道那套东西我全部拿出来 结果都被你辩论 你这个小子厉害 好了 把这外道摧毁是你 就是你的责任了 你很厉害 因为龙猛那时候老了 你去吧 我放心了 你可以替我们 我们这一派的人 这个学耻复仇了 然后提婆就去了 到了那个地方 外道听到也说 互相召集 然后就跟大王讲说 大王以前这些佛教徒 沙门不及见追 已经立下告示 命令说以后不准让这种 他们这种沙门 沙门是跟外道不一样 沙门是剃光头的 当时就已经剃光头了 然后他那个样子 又穿了他那个沙门 穿的是黑色的衣服 当时是佛教屠杀有他的身服 有三衣 有三种衣服 跟别的外道有区隔 就像穿制服一样 他说 你已经说沙门不能及见追了 所以你应该 而且你已经发布告示 你现在不能让这个沙门进来 因为他们已经发现到这个人 想进来想要搞事 那他想说这个沙门进来之后 一定会搞事情 所以他会到这个城里面 来去找他以前的那些救部 那些信徒 然后会来把原来你已经下的这个命令 来修改 那那个国王就跟他说 就同意他的想法 就叫他那个手下说 你们好好把那个把关 结果这个提婆想要进城的时候 结果不得起码而入 结果就听到那个制令 就说原来这个人 大家已经警戒了 就看到我穿这个衣服 我这个样子 就是要来挑衅 要来准备要搞事 所以他就把衣服换了 然后把那个 把他的那个真切离 真切离就是他的那个 那个和尚的衣服 他把他叠起来 放到那个 那个 那个布包里面 草包里面 然后就带着走 他穿着别的 穿着一般老百姓的衣服 然后就就混到那个城里面去 混到城里面去之后 他再把那个 把那个行李里面的那个 身符拿出来穿 然后就走到那个前蓝 前蓝就是所谓的 就是那个 和尚修行的地方 走到前蓝 其实那个前蓝 走到前蓝想要 想要求在那边挂单 结果那个 知道他的人很少 都不认识他 所以没有人 没有人愿意让 给他这个 给他给他住 因为你只有穿着衣服 你才能够去化缘 如果你穿着老百姓衣服 你只是行起 行起 行起不一定能起到食物 可是人家尊重出家人 尊重婆罗门 尊重这些搞神棍的人 外道也是一样 包括裸形外道 都可以起到食物 还有图灰外道 人家吃饭 都可以去乞讨 那实际上那个比丘 就是出家人 在那个 在当时 他们的另外一个名字叫乞士 乞丐的乞 这是乞丐 但是他们不叫乞丐 他的乞丐 是因为他有学问 他的平衡的方法是说 你给我食物 你给我物质 而我给你法 所谓法是佛法 我给你讲道理 这样子就平衡了 这个迎破两起 两不相欠 结果他就没有办法 他人家不 不让他住 在前台里面 人家不让他挂单 他就睡在那个 间锥台下面 就是夜宿在那个 露宿 结果他在早上的时候 他就急间锥 趁着人家不注意的时候 急间锥 结果 就惊动大家 所有走路过的人 什么都会听到 证文视察 乃各有者 就是原来是这个 这个是从外地来的 这个比丘 这个所有的那些 沙门的这些前篮里面的人 因为他们前篮已经默默无闻了 因为不能够公开的 这个跟人家辩论 听到这个声音 马上就响应 那我王一听到这个 就问说 这个 就跟提婆讲 你不是 你不知道 这边不能急间锥吗 急间锥是犯法 我已经早就有命令了 你怎么还跑到这边来急间锥呢 他说急间锥的目的是要急 要急中 他说你这个 既然间锥没有拆掉 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不急呢 为什么不打呢 那个 那个 国王的首相就跟他讲说 以前那个 尊重议论的时候 那个 苏的人就 就规定说 他从此就不再急这个 所以 已经有12年没有急间锥了 那虽然这个都没有拆掉 可是他还在这边 那提婆就说 有这个道理吗 我今天 重新 重申法骨 我今天要就是急间锥 聚重 我要来跟他 来跟一道 跟外道来辩论 这个 这个 国王的这个 这个 手下就跟他 跟国王报告说 有 有益沙门 遇血前尺 那王 国王就说 那你既然说这样子的话 有人来挑衅的话 我们这些沙门 每天受我 那些外道 每天受我供养 到底他们有多少学问 我是 没法跟他们辩论 来 既然有高手来了 来打雷台 就着急学人而定制约 如果你们辩论失败了 你输了 要杀生以泄 就是说你们两方 如果辩论哪一方输了 就要自己自杀 自杀 很狠 这个就是印度人的习惯 这个国王 他就想说 反正我只养一个 你们谁赢了 我就养谁 明文立养的 以后供应那个人 因为他才是 他才真的是有学问 于是外道 近乘其国后 宣谈以各立持风 提婆菩萨 计生论作 听其先说 随其意则破 你讲什么 我马上就给你驳斥 驳倒 乘不辖乘 吹诸意道 所有的这些 这些外道这些论诗 这个来 他马上就给他 把他来驳斥 那个来 他马上驳斥 立刻就驳斥 你用什么道理 我就用什么道理跟你驳斥 认为你没有理 结果国王大臣 莫不庆悦 庆此灵机 以金自得 就在这个地方 他就把人家驳斥了 所以那些被他驳斥的外道 全部去自杀去 从此就 就供养他 然后他就在这边 佛教徒就大兴了 那这个是 刚刚讲的是一个提婆 提婆是一个 非常厉害的辩师 就是刚刚讲的 那个是 那些论是怎么来的 论 这些论 当年在印度的时候 发表的时候 都有外道 会跟他 裹斥他 因为他是公开发表 写成书 用备业 用备业超成经 超成那个书 是大量发行的 所以外道可以 裹斥他 当面裹斥 就是辩论 辩论的话 通常都是 那个 由那国王 主其事 当裁判 那 其实真正的裁判 是什么 是群众 群众 心服口服 然后 而且讲的有理 对方 持穷的智商 这就是以前的这个 所以那些论 就是经过这样子 用这个 生死搏斗 移成下来的 那第二个 第二个故事 刚刚讲的一个论 是叫提婆 提婆的那个师父 就是 就是龙猛 就是我们以前讲的 龙树菩萨 那 我们通常会讲的 马鸣龙树 其实这个 他的顺序是有差的 其实那个 以后要讲 马鸣龙猛 那为什么叫 这个菩萨叫马鸣呢 据说 据印度人的说法 说这个人 因为讲话的声音很美 然后他讲的那个 道理也非常的 因为印度人 他的印度文 古印度文 他是有押韵的 然后他还有就是 他的文字非常优美 优美到什么程度 他讲话跟唱歌一样 连马听到都要 都要失叫一番了 就表示说 他的声音有多美 就像我们讲 沉鱼落雁一样 碧月修花 每到那种程度 连燕子都会掉下来 不射它 鱼都要沉在水底下去 碧月修花 连花都比不过他了 意思就是这样 那马明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论师厉害到他讲话 印度人很有意思 像比如说 那个摄利子 摄利佛 摄利佛是神通第一的摄利佛 摄利佛的那个名字 因为摄利 摄利是一种老鹰的老鹰 摄利佛是他妈妈生的 他妈妈生的这个儿子 他妈妈本身就是那个眼睛 身随着很像老鹰的眼睛 你可以想像 这个眉骨 眼眶凹陷 印度很多女人 眼眶凹陷 眼珠子很大 而且黑白分明的 所以摄利子 摄利子 也就是他妈妈 被人称为鹰眼的一个女人 她生的小孩叫摄利子 不是那个烧的摄利子 摄利佛 这边第二个故事是讲这个马明的 就是在那个脊椎的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 他说这个地方 以前有一个诡辩的婆罗门 所居住在这边 一开始在城中有婆罗门 这边是荒凉的 跟外界是不相通的 而且那边的人是什么 是信鬼的 求福王良相依 高论俱谈 慈雅响人 响应 人祸金难 垂围一对 就是当时这些 婆罗门 他们是信奉鬼的 之前有讲过 那个慈人鬼的那个庙 自杀庙 那这个婆罗门 人家有什么 他们常常在这个 人家来跟他 那个求他 问难的时候 他是隔着一个帘子 隔着一个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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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着帘子来 隔着帘子来 向他回答 旧学高材 无出其名 以前的那些人 都没办法跟他那个相比了 因为他实在是那个 智慧超级 世俗 依然 养殖由盛 对这个婆罗门 是那个 尊敬的不得了 因为他这个 学问高 而且智慧高超 阿斯普朗沙 这是那个 印度文 这个很饶口 如果翻译成那个 汉语 就是用意义来讲 他叫马鸣 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 马鸣龙书 那个马鸣 就是马教 那两个字 马鸣 这个时候有一个叫 马鸣的这个菩萨 他的这个 智慧万物 道国三圣 这个大小圣 还有金刚圣 每位人曰 此婆罗门学 不思受益 这个义无疾谷 学不思受 这些婆罗门 都是自己 自己自学的 他没有师父相传的 所以说他这些东西都是有 没有根据的 就是他讲的那一套 这些婆罗门 都是靠他自己的那一套 创教 他这些伎俩 都没有办法往前推 就是他往上面 他的那个 就是他所谓的师承来推 而且他们是聘居忧急 就是这个离群所居 独善高明 如非神鬼相依 央媚所富 何能弱势者乎 他说像这些家伙 他们如果不是因为 不是因为那个后面有神鬼 那些妖魔鬼怪 依附在他 就等于他是崇拜那些妖魔鬼怪 吸引那些邪神的话 否则他怎么可能 得到这些明文历壤 他说这个 他说 他说 夫辨之鬼 受言不对人 结果 这个 这些 那个 这些 这些 婆罗门 受人供养的 这些婆罗门 他完全就是靠那些鬼 那实际上 他跟人来相对 恐怕就不行 辞说一文 莫能再述 他说 他讲了一次之后 他就不能再讲 就简单讲 他这就像什么 就像 用靠那个鬼神附身 他在那个 幕后在那边 就像党皮一样 他讲的是神话 实际上 他自己没有能力的 他完全靠 靠 降神 在他身上 这种 很多教都是这样 原始时候他就是这样 他说 今天我要到他那边去 我要 看看他的 他的行动 然后 他就去了 到了 婆罗门 那个地方去了 那婆罗门很神秘 他就假装跟那个人讲 说 我很尊敬你的 这个 我很早就尊敬你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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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名 这个 我希望到你这边去 能不能够跟你 跟你聊一聊 这婆罗门 居然 这个很非常傲慢的 还是把那个 那个帘幕垂下来 这个 不愿意跟他面对 那个 马明就知道 这一定是有鬼 这家伙一定有鬼 他不敢见面 不敢面谈 马明心之鬼魅 情 情胜自负 拜拜 就跟他告退了 告退 跟大家讲的时候 无以滋滋 吹笔笔 我已经知道他的底细了 我一定可以把他给搞倒 直接就去找那个王 就跟那个 国王讲说 这个 我希望 你叫所有的居士 通通来谈 就把那个 把那个 婆罗门 就是那个 被受人供养的 那个神棍 你把他叫出来 我们一起来谈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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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论 这个王就很惊骇 哎呀 诗人眼 你是讲那个人吗 你如果没有证明 这个三明 三明六通 你没有什么神通的话 拒六通 六神通 你没有 你没有 你没有开过天眼 你没有这些神通能力的话 你怎么敢跟他去辩论呢 他可是一个神一样的人物啊 就跟那个 就跟这个 那个国王很惊讶 有人敢来挑战 那当然他就想说 来 就叫这个 就叫他那个手下 把这个 移驾到那边去 去找他 找这个 找这个 这个 这个婆罗门 在四十 马明论三藏 为言 述 五名大义 妙辩 纵横 高论 清远 婆罗门 寄述此语 那结果 两个人就在 王的前面辩论 还有大众 集合大众来听 听辩论 那这个 这个婆罗门就在这边 啪啦啪啦啪啦 就讲一大堆 他的那个 那些东西 结果这个 这个婆罗门就 这个婆罗门 就讲 马明以前讲过的一些东西 想要用 遗子之矛 攻子之盾 就是用你的言论 来攻击你 结果 马明 马明就 就就讲了说 你讲的不对 因为 失去我原来 我的原意 应该要重新讲过 结果这个婆罗门 他突然一下就 撒住了 默然渡口 这个马明就 当场就刺贺他说 何不适当 你如果 你为什么不能够解释 我刚刚讲的那个 所是鬼魅 一束受辞 你不是信奉那个鬼吗 你不信奉那个鬼神吗 那鬼神为什么现在不赶快 他叫匠生到你身上 给你 告诉你怎么回答 啊 结果就 立刻就冲上前去 就把那个帘幕给他掀起来了 四瞻七快 婆罗门 皇聚而止元 停停停 那个婆罗门 人家把那个帘子掀开了 这婆罗门就叫他 停停停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搞 那马明就 就就就退了 就就退后 而说这个 此子今成啊 生问 生问失罪 虚名非酒 失之未也 从此啊 他被我变 他被我当场变书嘛 他这个 没办法回答嘛 这个 这个国王就讲说 非不胜得 谁见左道 如果不是你这么厉害的话 谁能够分辨这个旁门左道 知人之责 绝后光前 国有长点 遗经冒死 他说 你有这样子的 世人之能力 而且有超绝的这些能耐 他胆 胆是是因为你有那些本事嘛 像你这样子的 我们这个是空前绝后 所以 我们国家有这个 有这个 有这个 规矩就是说 像你这样的人 我们就应该要